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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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主啊 求祢在我身上行出祢的旨意 主啊 让我的心完全地来单单依靠祢 主啊 让我早晨每天 我的口也要大声来赞美祢 宣告神祢必成就祢美好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当我全心来跟随祢的时候 主谢谢祢让我一生来称颂祢的名 直到永远 也如同祢的信实直到万代 永不改变 主谢谢祢祷告奉靠我主宝贵荣耀 得生的名 阿们 好 亲爱的祷告家人平安 我们要再次本周的主题是 栽种公益收割持爱 那我们先看一处的经文 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六到七节 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 并且宣告说 耶和华 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我们要先认识这一段经文 他的背景 其实是在当神 用他大能的宝贝 在埃及降下十灾 使得法老松口 愿意让神的选民离开埃及 但是法老又反悔了 所以在过红海的时候 摩西的战升向海 所以整个以色列的神的选民 安全度过红海 而法老的军兵都淹没在红海里面 当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 有一小段的原来上帝要给他们的 也是训练期 也是试验期 就是在旷野那时候 他们只能倚靠神 包含他们日用所需 是白天云柱晚上火柱 然后马那降下 以致神在他们的经历里面 向他们显明 神是他们永远的倚靠 是他们的供应 但经过三个月以后 上帝呼召摩西 要上西乃山 在那里上帝要亲自向摩西 来颁布十戒 还有律力点章 中间包含详细的 他们要建造会墓 包含约会的样式 在那四十天里面 上帝亲口的 是心对心手把手的 甚至亲自的用他的指头 在石板上面磕下十戒 要来教导他的百姓 成为神所分别为圣的选民 也是预备明赛养佛度的来到 所以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 也没想到后来 上帝竟然要摩西说 你赶快下山 因为你的百姓已经变心了 摩西在山上其实是不知道的 他就是享受神的同在 专心在神的同在里面 然后记录下神的心意 要传达给百姓 没想到在山下 以色列百姓已经经不起 这四十天了 才四十天 以我们当时来看 在埃及为奴是四百年 光是出埃及这一小段时间 三个月又加算四十天 也只不过一百多天 以色列的百姓就变心了 而且造出金牛犊 金牛犊 所以以色列上帝叫摩西 赶快下山 摩西下山的时候 看不只听闻 而且看见这事 所以摩西就摔碎的石板 然后也带领百姓认罪 不过看来这一次的犯罪 非常的得罪神 神在他的震怒里面 再如果你看前一章 出埃及记33章 摩西甚至舍命 说神啊 宁可你在生命册上 突抹我的名字 也求你怜悯 再次赦免这样做为恶的百姓 所以因为摩西的代求 但是摩西在中间也跟着愤怒 他所发的就是义怒 而神也因为摩西真心的代求 愿意再给百姓有机会 所以我们进入出埃及记34章 是神再次呼召摩西要上山 而且因为前面的石板摔碎了 所以要叫摩西再次预备两个石板 耶和华神还是要亲自写下十戒 愿意给百姓再有机会 所以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 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34章 可是我们看见 当摩西再次上西乃山的时候 耶和华神先在摩西面前经过 而且耶和华神是自己宣告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止直到三世代 所以第一小点我们需要来认识 中间讲到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还是会发怒的 所以并不表示他就不发怒 但是不轻易发怒也显明显明 他是有怜悯和恩典的神 同样的记载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在民述记十四章的描述是 耶和华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赦免罪孽和过犯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止直到三世代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耶和华神 在他的公义里面 他是会发怒的 但是他不轻易发怒 是因为他有怜悯和恩典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回转领受神的恩典和怜悯 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即止直到三世代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慈爱 也需要认识神的公义 而神已经有救恩为我们预备 他的不轻易发怒中间 包含他有丰盛的慈爱 他乐意赦免罪孽和过犯 但是他也绝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是蒙恩的子民 我们学习认识 经历神的慈爱 也要认识神的公义和圣洁 所以第二小点我们要来看 耶和华神 其实他在他的公义和慈爱里面 他向着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 尼加苏六章八节 世人啊 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我们看见有一些政治领袖 当他们上任的时候 也有机会听到 他们说他们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但是常常漏掉最后一句 就是与神同行 所以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其实也是一个普世价值 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 要我们心存良善 但是我们需要倚靠神 与神同行 这是耶和华神向世人所要 而且他已经指示何为善 所以第三小点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更需要知道 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 在彼得前书四章七节说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没有办法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我们因为有神所示的福音和救恩 所以我们好像可以在神的 审判台前站立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但是审判仍然从神的家起手 是我们站在慈爱的根基上面 上帝仍然要照我们所行的 或是我们得奖赏 或是我们受亏损 当我们除了认识神的慈爱 也认识神的公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像耶和华神 像世人所要的 要行公义 然后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和我们的神同行 所以我们要一起 来向神再有回应的祷告 第一个祷告 为我们的神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 当代的百姓仍然有机会 再次回转向神 今天我们也是蒙神恩典的人 我们要宣告我们的神 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已经为我们存留了 我们一起向神献上感恩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要来认识神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 有慈爱的神 你会发怒 但是你不轻易发怒 因为你为我们 存留了慈爱和怜悯 因此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和慈爱 但是我们要学习 回转归向你 因为你也是有公义的神 因为你要是一套罪恶 是日末即止 直到三世代 因此我们认识你的慈爱 我们要认识你的公义 并且要学习 行在你公义的法则中 好叫我们无法的可以 经历到你的信实和慈爱 主的领导的书上帮助我们 一方面我们持续神的慈爱 我们一方面 也要学习神公义的法则 行在神的公义中间 好叫我们的生命 在你的面前 可以无法保障你的慈爱 谢谢神 在此先上感谢 主啊 是的 让我们今天带着感恩的心 来到神你的面前 主啊 是的 我们看到神 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向我们守约诗词 爱不轻易发怒 用笑脸帮助我们 主啊 但是主 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你面前 坦然无惧地 向你来敞开我们自己 主啊 哪一些是我们得罪了你的 主啊 是的 让我们在享受你的恩典的时候 主啊 也让我们记住 神你的律力点 让你的诫命 主啊 还有你的公义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没有任何一个罪是你不能赦免的 主啊 没有任何一个过犯是你不会饶恕的 所以主 让我们跟你之间更加的亲密 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自己 主啊 所有的一切来到神你的面前 向你来敞开我们自己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是满有怜悯的神 主啊 让我们常常数算神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 主啊 让我们用我们的全人的全心来回应你的爱 是的 神 让我们全人全心来回应你 因为你是满有怜悯跟恩典的神 神啊 你有丰盛的慈爱诚实 神啊 谢谢你 你是创造主 你是全地的主 但你却如此的顾念我们 你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 父神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本为善 你乐意饶恕人 你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神啊 我们知道你不永远怀怒 你喜爱施恩 谢谢神你如此强阔高深的爱 主啊 我们知道当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 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 我们就得蒙拯救 我们就得着你宝贵的赦罪之恩 谢谢神我们赞美你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要再次有的祷告是透过祷告 我们要回应耶和华神向我们所要 又是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神同行 我们也为这个世代祷告 愿世人都能够回转 来到神的面前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同神一起祷告 哈利路亚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是的耶和华神 你向我们所要的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因此我们早上来到你的面前 也为我们自己 也为这个世代 我愿世人都能够与众其神 因为耶和华神已经指示我们 要在这个世代里面 仍旧是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愿世人的心也回转下地 不止你便愿意行公义 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 更需要的通过是 认识神与神同行 求你的怜悯 真实临到这个世代 谢谢神 亲爱的天父 父神我们仰望你 主要求你在慈爱跟公义当中 引导我们 帮助我们时时 记得你的教导 主要你渴望我们 都能够行在公义中 心怀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 主要求你找成你赐给我们力量 帮助我们能在面对不公 跟困难的时候 我们依然选择行出公义 并依怜悯来待人 主要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指引 帮助我们不只是说出真理而已 而是能够活出你的真理 主要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就你的执意 不论在任何险恶的困境 困境当中 我们都能够存谦卑的心 时时与你同行 一生单单来讨你的喜悦 主我们赞美你 神感谢你提醒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次序 是我们要渴慕与你同行 那行公义好怜悯和谦卑的心 自然就在我们里面 感谢你将那公义 重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也常常能够怜悯人 用耶稣的眼睛去看别人 主要让我们也存谦卑的心 让我们看别人比看自己强 让我们时时刻刻 能够来到你诗人的宝座前面 主要我们单单的就是说 主要我们的心要更多的向你对齐 求你更多帮助我们 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彼得前书提醒我们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因此愿我们的心常常回转更新 我们把握今生 经营永生 我们不只要经历神的慈爱 我们因为认识神的公义 我们要行在神公义的法则里面 好叫我们走过今生 在神的审判台前以后 我们能够满得祂的闪事 同神开口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神的赞美你 主要当你说 审判从神的家开始的时候 你提醒我们 不只是经历神的慈爱 主啊 我们要再次的旅程 要行在你公义的法则中间 好叫我们可以展现神的荣美 主要走过今生的旅程 我们要再次的审判台前 满得祢的闪事 因此我们要把握今生 经营永生 我们认识神的慈爱 认识神的公义 我们经历神的慈爱 我们要行出神的公义 叫祢的名义 我们得荣耀 感谢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爱我们的神 主啊 是的 主我们要常常的在祢的面前 主要来悔改 主啊 是的 求祢圣灵 来在我们的心中 来提醒我们 主啊 我们有一些 甚至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已经得罪祢的求祢来提醒我们 主啊 让我们知道 主啊 我们在祢的面前 是就毫无隐藏的 主啊 让我们愿意来到 你面前来悔改 主啊 是的 求祢提醒我们 指教我们 行我们今生当行的道路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有一天我们都要 在祢的面前来交账 主啊 让我们把握今天 把握我们明天 把握我们未来的每一天 主啊 过去的主啊 我们已经不能回头 主啊 为我们过去来悔改 但是主啊 我们相信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应该来遵行神祢的道 主啊 现在开始 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 主啊 来与祢同行 主 我们赞美祢 是的 神我们要与祢同行 我们要仰望祢的恩典 神祢的话说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神啊 求祢保守 我们能够藏在祢的爱中 让我们明白 我们所得的恩典 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帮助我们不要离开祢 而是要时常的来醒察自己 让我们不要在罪中打转 而是要心意更新 时常的回转向祢 帮助我们能够把握今生 为祢而活 让我们的眼光能够定睛 在永恒的天上 谢谢神我们赞美祢 是的 让我们把握今生 经营永生 行公义好联名 存谦卑的心 与我们的神同行 教主的名 因我们得荣耀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宣告 耶和华有恩 回不清一发怒 埋有怜悯 慈爱到万代 张开双手 是万物的老祖 幸好你我什么都不觉 耶和华有恩 回不清一发怒 埋有怜悯 此爱到万代 招待 张开双手 是万物的老祖 幸好你我什么都不缺 幸好你我什么都不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